Go啊你 921点 今天成交量是961亿元 好 今天盘是怎么来做 观察跟掌握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顾德投顾的于世卿副总 欢迎您 乐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好 第二位头上是顾德投顾的 何辉正分析师 欢迎辉正 好 乐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现在距离农历年封关 只剩下最后倒数五个交易日了 今天台北股市的盘面上 来做观察 还是多方的气势 依旧是相当的浓厚 最后几个交易日 到底要如何来掌握 我们先来请教辉正 好 那今天台股是上涨25点 成交量961元 占上8600点大关 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就跟各位说 这个盘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还是多方格局 多头还是没有改变 当然有些会 有些人会开始问 老师 那你上个礼拜开始 就跟我们说 这个盘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在过年前 因为封关这么多天 那他剩下六七个交易日 他想要出托股票 这边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前两天我们就跟各位提到 可以报股过年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要报什么股票 所以我相信从今天开始 很多议题都会围绕在这边 要不要报股过年 那如果要的话 那你要报什么股票过年 那当然是以电子股为止 所以说 其实电子股从上个月开始 12月 从12月开始就开始由电子股主攻 这个我们之前 已经跟各位提到很多次了 你看就算是以今天的盘来说 今天的盘强什么 强IC设计跟面板 你像那些触控面板 触控面板这块 我在这边提一下 触控面板 去年真的跌得非常惨 你有没有看到TPK成宏 这两天连续涨停 因为它之前真的都没有涨到 其实所以说现在资金 真的都集中在 更低基期的股票 什么叫更低基期 就是前面12月 还有1月初那时候 它根本连动都没有动这些股票 所以说你看 大家还是有一些风险意识在 高档的股票出一出 把资金转到低档的 低档有的拉起来一波段之后 还不够 它往更低档的去 去做集中 所以说我相信在这个礼拜 未来这段时间 剩下五个交易日 那这五个交易日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高档股票 有些人会慢慢出 但是资金转到更低档的股票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 这几天的一些看法 我的一些看法 那针对于大盘的部分 我们这边还是基本上 还是看多不便 看多不便 你来看这边 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 多方企图不够 操作难度提高了 因为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盘其实有一点瑕疵在 但是这个瑕疵可以顺利的化解 当然瑕疵化解之后 多头的目标是什么 多头的目标我们之前跟各位提过了 就是八六四七要过 结果他上个礼拜就过高了 所以说封关前的这个任务 既然多方已经达成的话 那我相信在这几天 他一定会做一个区间盘整 他再急功再过高的机会 机率这个就比较低了 这个比较低 那当然至于报什么股票过年 这个这几天开始 一定会有很多人跟各位提 那我在这边也请各位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持股比例 持股诊断 就算是未来农历过完年之后 迎接过完年的行情 如果说各位 接下来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可惜 你可能会错过 农历过完年之后的一些行情 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 要怎么看 我们还是要请教佑老师 好 直接盘中 电子指数又创了 一年七个月的新高了 在封关之前 依旧是由电子族群来领军吗 如何来掌握电子股的脉动 我们继续来请教于世青副总 好 这个电子股是涨半天 那这一波如果锁定电子的话 因为获利应该满满 不过我要从现在再叮叮大家 你要操作电子股的话 你要买做买的动作 要做买的动作 就在过年前 你要买 爆 要买 还要爆 你说不爆不行 但股价如果涨多的话可以调 但是不要空 因为过年后电子股 还是会有行情 只不过电子股后面过年后的行情 那么会比较称识一点 不会那么整齐的 因为资金可能会有一部分 跑到其他的族群去 因为电子股在涨的过程里面 很多族群它现在是在怎样 它在落底或者在整理 譬如说 今天这个 这个当然是很多人看坏这种股票 很多人看坏 为什么看坏 因为涨太多 没有错 这股票其实也跌了一阵子了 那么从这样子涨上来 它也做一个修正 修正之后事实上 它也不会马上一起大喷 不会 它应该理论上在这个地方止跌 然后开始盘 盘 做一个底部 做一个底部等过年之后 它再往上拉 它再往上拉的过程里面 那个电子的资金就会跑进来了 就会挪一部分 不是说全部 会有一部分 所以这个资金的一个分配 你要把它分配好 那过年后 可能是非电子股会比较强 过年前是电子股比较强 那你有这个 大概有一个观念在就好 所以要买就赶快了 不要那么拖拖拉拉的 说这个电子股要买得更快 越拖越慢 那我们呢 买到要怕死 打到没掉掉 套了就抱 抱得紧紧的 那赢 涨一点点就赶快卖 那三心两意 不知道 那变成最后一只老鼠 那你就资金分配就好 你管它 资金分配这个才能克服人性 好 在讲航行之前呢 那首先要跟我们全国的观众 致谢一下 我们代替这个苗栗的一个 盛方记少女之家 跟所有的电视观众朋友 那么以及参加的一个人员 先来做一个深深的一个谢意 那这一次呢 当我们帮这个 这个盛方记少女之家 真的很不错 大家真的是很帮忙 我们帮她募集到很多的一个物资 那在资金部分呢 我们也帮这个盛方记少女之家 募大概超过一百万 那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帮忙 谢谢大家的帮忙 那这些少女们 那么我希望她们今年的过年 可以过得很好 那平常日常生活呢 她们也可以得到 有充分的一些物资 那这个是我们很快乐很乐见的 其实这个昨天忙了一天 回家之后呢 好像也不会觉得累 就那心里面 就从那个心里面 就觉得很高兴 不知道是怎样 所以这种事情 你做做看 那种感觉我没有办法形容 我没有办法形容 你自己感觉看看 去帮助人家 你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人家 那一种喜悦 好像会从心里面真正发挥 那个发拉上来这样子 自己感觉看看 这种是这么好的事情 好 那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都谢谢了 都谢谢了 看了行情 过年前 过年前的行情 先看一下 过年前 大家有什么大风大浪 但没有大风大浪 坦白讲 大家也赚不到钱 我们也希望它大 有大风大浪 但问题没有办法 这盘 没得到 为什么没有办法 来 刚会征跟各位讲说 这个盘有瑕疵 瑕疵在哪里 瑕疵在这一天 瑕疵在这一天 好 为什么说要瑕疵这一天 这一天是收涨 这一天是收涨 好来 那收涨的几点 这个可以看到这里 这一天是收涨的 那么收涨 这个量根本就没有增加 量没有增加 就产生了背离 产生了背离 那产生了背离 它就会要做修正 那修正当然有两种 第一种是补量再往上攻 第二种是拉回来量缩 就这两种 第一个是放量再往上攻 第二个是拉回来量缩掉 做这个价稳量缩 第二是补量攻击 那补量攻击它是一个攻击型的 它是一个攻击型的 那量缩 拉回量缩 它就属于防守型的 那在这一天 我们不知道它接下来怎么修正 我们认为这个量架背离OK 这坦白讲太好 太好去把它化解掉了 但我要看你在化解的过程里面 你是攻击的 你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我们要看多头的表现 结果隔天呢 多头竟然是用拉回量缩的方式来做进行 拉回量缩 那拉回量缩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比较防守型的 比较消极型的 多头的一个攻势 它是踩守势 第一个是踩攻势 第二个是踩守势 那既然是多头在守 你看空干嘛 你干嘛看空 那今天不是又拉上来一根红线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盘 强或者弱 不是用猜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把它学习 背离之后用量缩来化解 这个是踩守势 那守势不是代表说这个盘要崩点 没有嘛 没有啊 既然已经在守了 你何必看空呢 那看空今天也讨不到便宜 干不起 对 所以这个盘应该啦 理论上 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 你说再涨 再涨 不要说空头给你空 你多头也自然会获利了结 所以这个盘要涨 涨不多 涨不多 但要跌也很难 因为有多头在防守 也很难 所以这个盘你的操作策略就是 几掌几叠 反向操作 但是 因为这个趋势 它还是向上 趋势 还是向上 所以你要踩 偏多式的 几掌几叠 反向操作 在那边的手 你漂不太快 長多了 要跌 白白 你這麼白白 真的有一點白目了 又買家了 有沒有買家 何苦來哉 所以有一些錢 實在不是說你 那個如果有一天死了 你上去天堂的時候 那個耶穌或者元朗王問你說 你是怎麼死的 大家都說元朗王 大家都說元朗王 對 就像這種白目的 是哪一根線哪一個 哪一個量價說告訴你說 這個盤你要趕快去放空 沒有 你就長多了 長多了就是要空 長多了有規定要空 長多了這一堆量能炒 這一堆量能炒 比這一堆還要大吧 有沒有 比這一堆還要大 有沒有 你自己比較一下 眼睛稍微捏一下 捏一下… 有沒有 整個量能炒這麼大 你… 亂做 冤枉 所以我們剛剛起床 你說你是怎麼死的 完翁死的 白白 完翁死的 不要做一個白白的工作 寧可等待 不會有大行情 但是有些股票確實會漲 那漲的大部分都是在電子股 所以你買 爆 現在是目前的一個工作 但是買什麼 爆什麼 這個坦白講 也要有一點 也要有一點那個工夫在 買什麼 爆什麼 等一下再告訴你好不好 好 更多操作策略建議 趕快回來繼續幫大家做分析 阿姨 看你穿敵拼單 就知道要出去談了 來行呀 我還用海洋大驚感冒 感冒就能夠夠濃遜 命通敵拼單 入了精心 很好 對啦! 打拼也要有精心 夠精心 到天安 命通敵拼單 1 2 ready go 早安 加油 早起的你 早安 加油 不断前进的你 为了你 我们一直在这里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 麦当劳每天用热腾腾的温度 跟你说声 早安 加油 每天从超纸早餐开始加油 只要四十九 双眼 也渴望自然 高保湿 高透氧 抗UV 形成三重保护 嬌生安室优 让双眼自由呼吸般 自然舒适 新春豪礼 人人有奖 买两盒嬌生安室优每日泡 精美豪礼 万元商品 等你呢 这位路人你长得太犯规了 好 我们看到牌片 依许来到大四系拼牌的局面 我 代表湖牌的红中出现了 红中奔向本来 绝望 总奖金一百万 最夯的网页马将游戏 马上搜寻雀王雷台 水刺源修整造型刀 唯一具备四合一功能 保湿 刮糊 造型 修整 舒适牌水刺源修整造型刀 新上市 不管由头 干法 你需要独家SEP穿透技术 法细胞 穿透洗净 法根强劲 保龄腹井 爱上南京的理由 魅力南京 欢迎您 不管由头 干法 你需要独家SEP穿透技术 法细胞 穿透洗净 法根强劲 保龄腹井 欢迎您回到深浅战略 更多大盘后续的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回正 好 那刚刚宇老师提到 你要报什么股 有什么股好报得过年的 其实你一定要 我们之前有教过各位很多技巧 譬如说你打底 落底 打底 层底的股票那些技巧 各位可以再拿出来复习一下 其实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 一些股票都是我们这一两个月以来 给大家分析的股票 但是你不要想说像别的老师 像别的专家一样 每天都有涨停板 跟神一样 因为一个股票它落底之后 它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去打底 那每档股票完成底部 要发动的时间不同 所以说有股票操作 很重要的观念 你就是要报 你就是看好一档股票 你觉得它这边 投资价值已经浮现了 技术面上面已经OK了 你就要报 一定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话 你们一定会被洗出场 绝对是这样子 它给你震荡一下 它故意给你震荡一下 你没有信心的 你一定会被扫出场 所以说股票是 有的时候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耐心去报 一定要有耐心去报 那你像现在 我给各位看一些股票 你看像第一档 我跟各位说的瑞玉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说的 我跟各位说 它整理完毕即将 带亮上工 其实那一天就已经上工了 因为它已经整理完毕 我们说 它拉伸一段之后 在这边震荡一下 还会再拉第二波 结果呢 你看今天的瑞玉 创新高 已经快要90块了 继续往目标区迈进 什么目标区 就是这边 这边 它这边的含义 就跟鸿海是很类似的 鸿海那个时候 我们跟各位说83 它这个底部完成之后 它就是会往目标区迈进 目标区就是这边嘛 结果你看 瑞玉现在有没有快要到这边了 其实跟鸿海的概念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说你股票 你一定要报 看好股票你一定要报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洗出场 那你看 那鸿海更明显了 上个礼拜才83块3嘛 对不对 结果今天呢 最高已经到85楼 今天最高到85楼 已经超过这个目标区了嘛 这个目标范围嘛 它是稳盘指标 而且再创新高 那它再创新高的话 电子股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定没有什么大的疑问嘛 所以说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看好一档股票 你就是要报 接下来呢 我们说政威嘛 那个时候鸿海 要攻8647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提 鸿海 鸿家军要发动的时候 那天政威带量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各位说 鸿家军 政威各位也可以注意嘛 因为它有点要发动了嘛 底部也形成了嘛 结果呢 今天呢 65块半 最高65块半 带量突破积极上工嘛 它是不是已经又超过 这边的高点了 所以说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要看好 它可能会过哪一个目标区 你就报老 技术面操作上面 就是有这个好处 那最后呢 最后这几天很多人 在跟你讲TPK啦 对不对 大家都涨上来才讲嘛 但是我们是什么时候 跟各位看 跟各位说的 你来看这边 12月18 刚好一个月前 那为什么我要提这档股票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人在跟你说 跌生加足底 再加人气回容 我那个时候就跟各位提 TPK 大家可以注意 但是它的时间 太短 那个时候 打底的时间还不够 所以这档可以留意 但是还没有完成 等它完成之后 它一定要符合我们 那个 底部成立的要件嘛 你一定要带量突破 才能确立嘛 结果它这几天 你看它今天又涨停 这几天是不是跟我们说的 带量突破之后往上攻嘛 这个是 TPK它算是落后补涨的 它落后补涨 这种股票应该是上个月 很多电子股都是涨 一开始涨都是涨这样 结果TPK是比较落后的嘛 所以说它股票 最近股票就是一个 大家就是一个循环 轮动 所以说我们跟各位讲 提到一些观念 各位千万要记得 这是一个选股 技术面操作的好方法 好方法 那接下来这个盘要怎么看 我们来请教余老师 好 盘面上更多 个股的观察方向 我们继续来请教余世信副总 好 那我们要报股过年的话 那应该啦 这持股的比例 就不要超过五成 不要超过五成 如果超过五成的时候 可能最近人会做一些调节嘛 因为不会不要币太 报太多股票过年 所以你看那个期货 期货的一个保证金 它因为春节的一个期间 所以它就要把那个 保证金的一个风险值要加大 所以你现在可能在 在下期货单的时候 保证金有提高大概10% 这个就是风险 对 所以这个风险大家都要过 不是大家做期货也要过 你做股票也要过 所以这个资金最好不要超过五成 不要超过五成 那至于报哪些股票 那原则上你要看你股票的一个内容 你股票的内容 那我不是跟各位讲说什么族群 什么族群可以报 其实电子股大部分都可以报 那只要你要看它的位置 我这个已经跟你讲很久了 这个没说过很久了 这个已经跟你讲很久了 那现在如果说在这个底部的 还在底部这样晃的 还在这个地方晃的 还不知道底部要打到哪 何时何年何月的 这个我看你放弃了 这犯罪人等于如果开掉 那种股票都出掉 它跟打底又打不出来 这个是太落后人家了 所以这种也不要 尽量这种淘汰的 可以淘汰了 也不是淘汰了 尽量你买你也不买 但是不要再去买 这种股票不要买了 如果在核心打底就不要买了 第二种已经目标这么高了 已经等据百动 所以等据百动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距离有多少 那你从这里又算到这里 把它等据这一段 把它量过来 大概等据 那大概是多少 这叫等据百动 听得到没有 这就等据百动 我来说等据百动就是这样百动 不然要哪边百动 就是这个最低点到颈线的一个距离 大概有多少 以后长上去 它也会涨那么多 我会涨那么多 所以这个叫等据百动 你开始要算一算 你现在底部有出来 现在股票可能到这里 或者到这里 还没到 保 那如果现在已经到了 已经满足了 不是说满足不会再涨 不是 满足了 比如说这个区域满足了 它会不会再涨 会 可能会 可能会 但是有可能就是有麻烦就是有风险 那这部分的股票大部分有涨的话 人家会卖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要转 要转到哪里 转到这里 转到这里 那转到这里就是已经有带量突破的 已经有带量突破 像TPK就刚刚带量突破 那你可以这个叫做1 1 2的部分叫做量缩回车 这个叫过你的 3这个就等据百动 1 2 3法则 你现在找1或者2的这个部分的股票 这个部分的股票可以留 没有问题 这样就老了 这过年过来还会去 但是要期待在这里过年过来会去的 这个比较 这比较 这比较难 那你说要继续涨翻天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在这里建高之后马上回来 那当然都太好不太热 如果热就要碎到 又叫它咬到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资金要稍微调节一下 调整一下 食股要稍微换一下 这个就是说报股过年的方式 电子股大部分什么族群都可以报 你不要管它什么族群 人家说什么族群好 什么族群好 哪知道 也不知道 人家说的没电的尊胜 今天股票很奇怪 今天股票就这么 坏做 这个股票红海 红海我来说七十四块以下 买 这天 真的 最低点打破七十四块了 所以说红海可以买了 目标就是量这里 这里的大量83块 这里会过 你后面先不要看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够了 够了就可以做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想说 这红海这大价格 牛耶 那我们要去买什么 买它比它小的 然后题材跟它差不多的 那时候我就选 像我这么头脑的全世界能找几个 我当然不买红海了 我当然买正威了 你看看我多聪明 靠谣 这个股票这起死人 买来会起对不对 他再来三一坡下去 看他起死 营收好 好的不得了 没有人说正威的营收不好 没有人说正威基本面不好 没有人说正威什么什么 看不到什么未来 再来够三一坡 起到现在会起死 好 那红海已经涨翻天了 这几天他不涨了 过这个高点 所以我们当时候买 目标就在这里 那些人就过了 没有 所以像目标大了 我们就要开始减码了 操作就是这样的操作 好不好 好 提醒您节目中 这道仅供参考 投资人海啸独一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代表无牌的红中出现了 红中奔向门来 嘘嘛 总奖金一百万 最夯的网页马将游戏 马上搜寻雀王擂台 双眼也渴望自然 高保湿 高透氧 抗UV 形成三重保护 嬌生安室优 让双眼自有呼吸般 自然舒适 新穿豪礼 人人有奖 买两盒娇生安室优美日泡 精美豪礼 万元商品 得你呢 知道了 看你穿地铁丹就知道要出去探了 来行的啊 我不用海洋大惊感冒 感冒就能够够弄顺 冷通地铁丹 立得精神太好了 对啦对啦 打拼也有精神 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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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通地铁丹 1 2 Ready Go 早安 加油 早起的你 早安 加油 criar材货和健康 至少 差不多